有形的力量聚集能够完成困难的事 无形的力量汇聚更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功效 佛陀原始教法的七世修多罗全貌 在随佛禅师多年不懈的探究专严下 重现于宝岛台湾 佛法必须有所进步 我们的佛教的思想必须加以自我反省跟调整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不是小城佛教 也不是南传佛教 是佛陀的正法 是佛陀的佛教 我觉得今天的佛弟子不用分 谁是南传北传藏传 谁是哪一个宗派 我们今天佛教的势力越来越小 佛教越来越苍盛 不久之前 佛教徒才在佛国的势力兰卡 一次安排了上百颗的炸弹 虽然引爆的只有七枚 但是安排的近百枚甚至更多 我们佛教的环境实在很危险 今天不论哪个地方的佛弟子 我们只能团结 团结 再团结 我们虽然是原始佛教 但是我一向跟南传佛教 藏传的僧人 汉传的僧人 都是努力做朋友 虽然我们的说法 看法 教法不同 但是我的态度都是 我们都是佛弟子 没有任何人 一开始学佛就是对的 我学过南传 我学过汉传 我学过藏传 所谓团结力量大 有一则家喻户晓的语言 以筷子为语 一只筷子可以轻易地被折断 一把筷子 却没有人能够将它折断 有形的力量聚集 能够完成困难的事 无形的力量汇聚 更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功效 时邦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